皮皮 看你这春风得意的样子 真是彻底走出来了 家伟 我们公司有一个外出学习的机会 我想 爸 我离不开你啊 我不想离去那么远 可是我很喜欢现在的工作 想趁着年轻的拼一下嘛 哎呀 女孩子那么要强干嘛 你就乖乖负着妈咪如花就好了 你看她开车好酷啊 我也想学开车 你不是由我接你吗 你只要安静坐副家就好了 现在太晚了不好打车 你能来接我一下吗 好好好 等着我 把这部团圈打完再出发也不迟 烦死了 你是残疾了 不会自己回家吗 分手吧 不过还好 后来遇见了墨西 不管我做什么 只要是对的事情 她都愿意支持我 公司决定派你去上海学习 哎 你回来了 这表情怎么了 嗯 没事 你先去休息会儿吧 等一下也能吃饭了 嗯 你去上海的事情 还没有跟墨西说吗 我不知道怎么开口啊 我怕又和之前一样 墨西 我 公司既然派你外出学习 就说明你工作能力得到了认可 我支持你 可是这样的话 我们就要异地了 可是这是好事啊 我觉得你可以试试 你不用担心我啊 咱们一起努力 嗯 墨西 你看我实际怎么样 可以啊 可是我想开真的车 有驾照确实方便很多 我帮你看看哪家驾校靠谱 墨西 我虽然考了驾照了 但是我 没事 有我在呢 快上车吧 哦 开车别害怕 装住细心就好了 咱们这辆私域还挺好开的 好 你好本田 等我回家 正在计算路线 去嘉育华庭 你好本田 打开空调 正在为您打开空调 你好本田 不防灯尼侠客 要是拥堵的话 你也可以打开自动跟车 不用担心 那我先走了 我送你啊 走 幸好后来我遇到了墨西 让我看到一段关系最好的样子 原来是彼此成全 一起努力 我先走了 至于 我们下班的 一车 再到一车 最后的 下班的